大家好,本期视频不讲奇谈怪论 而是有可能即将发生一件关乎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大事件 日本宣布从2023年8月24日中午开始将福岛第一核天站核污染水排海 在本视频发布的时候排海尚未开始 所以无法断言究竟会不会发生 东京电力公司本周二公布排放详细步骤 按计划排放前会在处理过的水中加入大量海水 如果确认浓度降到预想的水平 那么就将在17天内排放第一批共计7800吨核污染水 2023年度预计排放约3.12万吨 其中川的总量为5兆贝克勒尔 约为东电年计划排放量上限的两成左右 福岛核污水中含有64种放射性元素 包括川碳14在内的放射性元素无法被完全处理 将随着核污水进入海洋 今年2月和2021年 韩国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 分别对日本核污水排海后的扩散情况进行了模拟 韩国模拟显示受洋流影响 核污水在抵达韩国前将先抵达美国西海岸 中国的模拟则显示 从长期来看美国西海岸城市圣迭戈附近海域的污染物浓度将高于中国上海和日本公旗 清华大学团队2021年11月发表在National Science Review期刊上的研究指出 追踪海洋中的放射性物质扩散是一个新的科学分支 大量放射性元素将影响海洋生物链、鱼业和人体健康 因此明确辐射水在海洋中的扩散过程对保护海洋环境至关重要 研究团队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就辅导核污水的扩散制定了模型 宏观模拟结果显示 在排放初期核污水将迅速扩散 120天内就能覆盖纬度30度乘以精度40度的区域 污染物穿240天就会扩散到中国沿岸海域 而受洋流影响 污染物在纬度上的扩散速度将快于精度上的扩散 污染物浓度最高的地带将位于北纬35度附近 在1200天也就是大约3.3年后 污染物将抵达北美西侧海域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域 之后将覆盖几乎整个北太平洋地区 污染物将在赤道洋流影响下通过巴拿马运河 并迅速扩散到南太平洋地区 在2400天也就是大约6.6年之内 部分污染物将经过澳大利亚北部海域扩散到印度洋 3600天也就是大约9.9年后 污染物将覆盖几乎整个太平洋 研究特别指出 虽然河污水是在日本排放 但随着时间推移 浓度更高的污染物也就是图中黄色和红色的部分 将沿北纬35度向东移动 研究团队还选择了三个靠近北纬30度的城市 将三个城市附近海域的污染物浓度进行比较 在河污水排放的4000天 也就是大约11年内 日本宫崎附近海域率先出现污染物 之后为中国上海 再之后为美国圣叠戈 这三个地方的污染物浓度一开始快速上涨 后期逐渐稳定 在2000天后 宫崎附近的污染物浓度 基本保持在每立方米0.001个单位以上 但到了4000天的时候 圣叠戈附近海域的污染物浓度上升至0.01个单位 远高于宫崎和上海 研究指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浮岛位于日本暖流和千岛寒流的交汇处 大部分污染物不会沿陆地边缘向南北方向移动 而是随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扩散 模拟结果说明 在污染物排放初期 应考虑亚洲沿岸海域的核污染物影响 但在后期 由于北美附近海域的污染物浓度高于大部分东亚沿海 则应该重点考虑核污染对于北美的影响 韩国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所与韩国原子能研究所 今年2月联合发表的模拟结果与清华大学的模拟类似 预测核污水将向东抵达美国 韩国的模型仅针对川的扩散 模拟显示受日本暖流影响 核污水中的川将先向东扩散至美国西海岸 然后向太平洋北部扩散 虽然朝鲜半岛距离日本更近 但朝鲜半岛位于日本以西 受洋流影响 核污水进入韩国附近海域的时间将晚于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时间 研究预测 直到核污水排放4到5年之后 川才会进入冀州岛附近海域 在10年后 预计冀州岛附近海域的川浓度为每立方米0.001贝克勒尔 韩国研究人员指出每立方米0.001贝克勒尔的川属于低浓度 但洋流受季节影响 并非稳定流动 取决于洋流的影响 核污水扩散至韩国海域的时间可能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该研究团队同时进行了另一项模拟 结果显示 在不同洋流情况下 日本核污水排放两年后就可能有川进入到韩国附近海域 但是就在这份研究报告发表后不久 就有韩国媒体指出 该研究仅针对川的扩散 没有模拟其他放射元素的扩散情况 因此无法反映日本核污水在现实中造成的影响 韩国时报还指出 该研究公布的场合是一次学术会议 并非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这也让人怀疑 韩国政府是不是不愿意公布研究结果 毕竟最近韩日双方走得非常近 这样的研究报告势必将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绿色和平组织周二发表声明 批评日本政府的核污水排放决定 指出日本没有全面评估放射性元素 川、碳14、490、129排海造成的影响 该组织指出 碳14的半衰期为5370年 会在鱼类体内腹集且浓度远高于川 而川的半衰期为12.5年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科学顾问 夏威夷大学海洋生物学家 罗伯特·李奇蒙德 接受《自然科学》杂志采访时指出 推动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各方 没有充分证明排海决定 不会影响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根据李奇蒙德的介绍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科学顾问小组 审阅了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提供的数据 还前往福岛核电站进行了现场勘察 但顾问小组认为 日本没有解决关于川和碳14的问题 东电方面称 核污水排放管方圆三公里海域内 没有常规捕鱼操作 但李奇蒙德指出 大型生物吃了体内有川的小型生物后 将导致整个食物网出现川腹肌 与碳14一样 川也会释放β射线 李奇蒙德解释 人体皮肤能够阻挡大部分β射线 但一旦β射线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内部 则可能对人体细胞造成损害 由于担心生计遭到重创 日本渔业人士强烈反对政府的核污水排放计划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报道 辅导县知事内窟雅雄 周二向经济产业项西村康人呼吁 要求日本政府理解辅导县所处的严峻状况 以及渔民的迫切心声 辅导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的会长 也齐哲也表示 将继续以反对的心情期盼未来 好了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里 我只希望人类还能够好好的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2023年的8月24日 最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天